这个地方 这一个playground 这个地方是原来的Olivet Community Center 橄榄村的社区活动中心 这些地方都是 这些厂 包括这些我建这个 这个地方最早时候是 1962年63年的时候 这边都是 小孩了 所以这个叫Grand View Elementary School 这附近的小孩上去 没有办特别久 办了10年 他就关掉了这个学校 学校学生都搬到那个Spady 就是 我现在小孩在那里上 离这里也不远 这个play的东西 我不知道是后来弄的还是当时的 我估计应该是后来弄的 但总的来说有点像小学一样的 playground 这个是 虽然是Watson Park的一部分 因为他把它拆掉了 拆掉了 新的建在这个下面 山 山脚下面 也不远 走路很近 这个新的 叫做 这个地方 它可以玩水 夏天的时候 它有Water Sprash 就是那些地方都被 喷水出来的 新的叫 Five Watson 就是 下面一点点 贵 啊 这边的地方 这边就是属于Olivet CityOlivet 它的 公园的 这个部门 它车啊 它仓库啊 也维护这些东西 下面是 FiveWatson 新的Community Center 上周末去过一下 里面还不错的 完了 这下面也有 Sentennial Greenway 有一部分 很短的一部分 已经修好了 可以骑自行车 可以走跑步 可以走路 从这边还要修到 Indian Meadow Park 才开始 可能要 修一段时间 完了最后 它要 跟 170 Olivet 那个地方 连起来 这个 对我们这个所在的居民来说 也是一个 福利吧 就是 你有这些 可以走路 冰冬 可以遛狗啊 这些美国人都有很多狗 喜欢 羊狗嘛 那里面 有树的地方 有一个 很短的一个Nature 的Trail 也是Paranimic Olivet 公园的 部门 他们修的 反而这个呢 还是原来的 这个是 棒球 这是原来的 你要踢足球也可以 放两个球嘛 就行了 好了 下面是 下面是 有Commute Center 我就不排了 那边还可以 有一些运动的场地 但是被占用了一点 被那个Greenway 以前下面可以 整个踢足球 还蛮大的一个场地 现在比 显阳稍微小一点 发酷 但是 总的来说 也不缺场地 因为 我们Olivet 还有Stacy Park 那个是最大的 公园 他那里足球 棒球也都可以 所以 美国还是觉得资源丰富 就是 你小孩子你看 这几足球 一定问题都没有 这个地方 下面还有一点 这个是Commute Center 新的 Olivet Community Center 就是Five Oaks on Watson 他的会员费 不是很贵 但他里面设施 不能跟JCC那么全面的 规模那么大 他里面主要是 也可以有Pickleball 或者篮球 这些 他有GYM 有运动的 机器 机器 那些东西 地下有 这个车 现在今天 不想走 外面 天气非常 像夏天一样